姨姨老夫人 那个 你不要跟着她激动啊 这个 你家姥爷呀 是长庭亲犯 你看 这万一要去动人手来 你这这 姥爷 咱们成亲这么些年来 妾身 一直什么都医了你 连月蝉 都给了你 可没想到 你 爹 爹 你竟然会 从险下棋 咱们也嫁 没了 各位大人 白大人 请着母 荆家 对不起你们哪 来 来 来 先知啊 了了 且慢 韩公子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先知啊 我知道 你这个懂科学乱断 可是你这几下挣扎下来 虽然外表看着风光 可是本下的乌霞乌宝啊 这种探案 我秉着科学探案精神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就是想问 那个洪老头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哪 队长 这可以不是我们 能关心的事了 也不是我们此时此刻 该想的事 贤弟 贤弟 你知道你把我逮招谁了 什么人啊 依着咱家的好眼力 还有海捕图的补充 你知道你们击杀的那个老头 对了 你们是怎么击杀那个老头的 这个 天人感应 天 天打雷劈 天女下凡 不管那些了 这个洪老头 就是当年伟弟身边的 大内侍卫总管 绰号 神刀宫的红鹰啊 这个 朱允文当时出逃的时候 就是他护着走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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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贤子 贤弟 加上大太监王府 你可是帮着咱家 已经带到两个伟弟身边的 红人了 咱们现在身边没外人啊 白大人 宋大人 龙兄弟 这一次咱们的荣华富贵啊 饭了个 恭喜马可可 白大人 宋叔叔 得了 咱不多说了啊 这两天 我已经把这件事 禀报到上面了 我把这个贺家的大财主 红鹰 还有这帮建文鱼党的尸体 一块儿送到京城里去 咱们哪 就等着领赏吧 走了 你马来的 我真好识心啊 宋叔叔 我还有一件喜事 你也想讲一下 我也有件事 要跟你商量 不过呢 我的夫人 现在已经到你的府上 估计现在正在商量这事呢 大夏已经知道了 贤池你就等着好消息吧你 白夫人 白夫人 修齐